定于一尊成战队风向标,中共党内纷纷表态,舆论热炒习近平失势之纪力战书等习家军掌控的要害部门,纷纷站队表态,坚决听习近平的指挥,确保习中央一锤定音,定于一尊的权威同时,中共公安部,政法委,以及各地政府,也纷纷掀起以定于一尊为主题的表忠潮,广告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,即将召开。 前北京政坛凸现诡异气氛,有关中共政治元老发难,北京政变,习近平遭逼宫失事等等传闻在舆论场上闹得沸沸扬扬,各类传闻甚销唇上之际,以中共常委栗战书为首的习家军所掌控的要害部门,紧急掀起了一场习近平保卫战。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,日前举行党组会议时,习近平的亲戚栗战书,强调要加强政治建设,确保习近平一锤定音,定于一尊的权威。 同日央视快评中,同样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。 要求全体官员都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,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 中共公安部18日召开的会议上,中共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要求,公安机关必须把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,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。 最大政治及最大的大局赵克志还强调,确保公安工作始终置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,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中央一锤定音,定于一尊的权威。 而习近平曾工作过的厦门市也在人大代表集中学习班上强调,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。 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,坚决维护以习中央定于一尊,一锤定音的权威。 同时被视为习近平救部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也在开会时强调,要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精神。 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,坚决维护习中央定于一尊,一锤定音的权威外界分析。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,估计将会有更多的官员加入表中潮。 中共地方政府预料也将掀起一轮有关定于一尊的表中潮,定于一尊出自史记,秦始皇本纪是指思想、学术、道德等。 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,值得关注的是半年前,官媒曾较大篇幅发表题为《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》的文章《学习时报》也曾发表过一篇《思想不可定于一尊》,那么,如今为什么又强调定于一尊?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说强调定于一尊,那是因为有尊外的力量,对本尊构成了威胁说明中南海的政变留言,已伤及到习近平。 尽管党媒到目前对留言只字未提,但高层也必须就此做出一个让所有宁霸人都心照不宣的表态。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,认为,中共高层,纷纷对于定于一尊表态,还是放了一个信号,就是不希望回到所谓的集体领导前,排此警告上上下下,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,要看清楚当前的形势不要站错了对。 根据公开报道,有关中共高层定于一尊的表中潮,来自于习近平7月5日,在中共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席说中央是大脑和中枢,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,一锤定音的权威。 中共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分析认为,习近平上述言论的背后,似乎暗示有些中共地方政府,没有真正落实中央的指令。 习还说中共党内还存在的思想不纯,政治不纯,组织不纯,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,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分析认为,习似乎暗示党内仍存在一些在思想上,政治上不一致的声音,及作风上有问题的官员。 不排除近期,有大老虎落马习近平上述讲话,不久人民日报,头版标题上两次未出现习近平名字,同时还出现习画像突然被撤,梁家河大学问被叫停,怀国风道歉事件重吵,以及央视黑衣人事件等等意向。 海外因此传出有关北京政变江泽民联名政治元老逼宫,此次北戴河会议重提回归集体领导等传闻,对此有外媒评论说,鉴于习近平军权在握高压制党有关传闻,或非实情,只是中共党内反其势力放风是水。